全油管最快新闻,梅山福彩于12月21日发布寻人启示,称一名财友在12月7日中出了今年第一个752万元的一等奖,但至今未现身对奖。 据投注战战主回忆,这位财友平时很少购彩,是偶尔追号。 虽然在购买彩票时被建议多打点金额以参加活动,但他表示反正不会中奖,只是如此而已。 据酒派新闻报道,超过60天不对奖彩票将作废。 网友们表示希望早日找到中奖才有,称其运气太好。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